Hello,這個醫管局在12月份就出了一個APP,叫做HAGO 很方便的,可以檢查到你要看醫生的什麼時候覆診 以往一些過去的覆診記錄,你在用什麼藥,查多少次 或者你預約一些新的專科的門診 我們進這個APP看看 HAGO,它就讀到下個,進入 一開始它登入,我因為已經註冊了,我去登入 用Face ID或者Touch ID來登入 現在已經登入了,個人資料可以看我的電話號碼 有預約紀錄,繳費服務,繳費,專科新證,還有藥物,就是我用什麼藥 那我就去回這個,就在這裏,就在這裏,藥物,讀進去 行有數 2019年11月11星期一 2019年11月11星期一 幾號 2019年11月11星期一 人造眼水,每次一滴 眼膠,每次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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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4次 這個就是我,什麼時候看醫生,開了什麼藥物,每日幾次 反匯先 最頂第一行的反匯,它不出聲的,咚咚 我們再掃下去看看 那我就看一看我的預約紀錄了,讀讀 讀不讀讀,讀多一次,讀到了 Future Title, Past Title,即是未來和過去的預約 顯示改期及取消記錄,開關按鈕,關閉,顯示改期及取消記錄,開關按鈕,關閉,聲號哈哥會分階,斷顯示其他複診期詳情,聲號哈哥會分階 門陳眼川科,香港眼科醫院,上午9點15分,2020年11月9日 2020年 上午 幾點鐘,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未來的 就是下一年的,2020年的 再掃 門陳眼川,香港眼科醫院,上午9點15分,2019年11月11日 即是19年11月的,即是過去的 再掃 門陳眼川,香港眼科醫院,上午9點15分,2018年11月9日 18年的,即是18,19和20年的 他展示這三個日期給你看 即是未來,剛剛看完,以及之前一年的 好了,我又反回了 Future Title 這個第一行,第一個反回不出聲的,讀讀 出去了 好了,就出去了 好了,我們又試試看一下 你好,高仁資料,MyLabs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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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 電郵地址 Future Title Gmail.com 電郵和手機都可以這樣改 接著我們又看第二個功能 再看 更改 預約紀錄 繳費服務 繳費就可以繳費 好了,看完這個預約了 都進去 餘下 你會按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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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抵交預約,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 抵交預約 返回 抵交預約,按鈕,按鈕 服務指引,按鈕,按鈕 radio button,按鈕 即是你可以選擇A或B的意思 為自己預約 那為自己預約 那我為自己預約 radio button,為自己預約 按鈕,按鈕,按鈕 為自己預約 返回 抵交預約,按鈕,按鈕 服務指引,咨信,按 radio button,按鈕,按鈕 radio button selected,是怎樣 為自己預約,按鈕,因為是為自己預約 radio button,為他人預約,確定 按鈕,取消 第九預約,按鈕 返回,第九預約,按鈕 服務指引,咨信,按 radio button,按鈕,為自己預約 按鈕,radio button,為他人預約,確定 按鈕,還未督到確定 督到確定 香港身份證或香港出生證書,香港特別行證 性追問身份未確定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服務指引,咨信 按鈕,預約通申請須指,各下 身份證 身份證 2.香港手提電話號碼,病人或代辦人電話號碼均可 自己的電話號碼,或代辦 幫人預約的 3.通訊地址 地址 註冊醫生在最近3個月外簽罰,如需預約 產前檢查,轉介信必須註明 任父的最後經期首天華血產期 注意 1.如醫生轉介信的總業數多於4頁,請親臨醫管局下的專科門診辦 你申請預約 如果轉介信多於4頁,就不可以用這個APP 2.請密重複交同一專科的申請預約 不要盲在那裏update 資料上去,預約 繼續按鈕 繼續 他幫我自己填了,因為我是為自己預約 2.香港手提電話號碼 5100313 請要照病人 聲號預約資料會已經短訊 預約算項 聲號預約資料會已經短訊到所提供的手提電話號碼 預約算項 請要照病人的身份證 聲號預約資料會已經短訊到所提供的手提電話號碼 我預約了的資料會發到我的手機短訊那裏 可以自己打的 是會自己打的 又會自己打的 這麼笨的?不是給我選的嗎? 下一步先 大家給我確認 我真的不給我選 我真的不給我選 因為我未選 先調出去 應該就類似這樣做 那就玩完了 起碼自己檢查自己的複診日期 或者自己用什麼藥 每天塗多少次 這裡都非常之很好用 好嗎? 好嗎?